《金水桥边》是由刘彪指导 由黄志忠 柯兰 李乃文 王伟 梁冠华 倪大宏主演的年代 该剧讲述了从建国初到文革结束的三十年间 五个普通家庭 一群老警察的故事 1949年的北京 国民党特务频繁作乱 一场大火烧掉了北平电车厂 让北京公共交通受损 战斗英雄出身的孙光大转业到公安局 与经验丰富 但又一身坏习气的旧警察 钱有根一起调查此案 在钱有根的帮助下 孙光大破过了一个重大的案件 孙光大帮助钱有根解救了赵春花 成立了家庭 钱有根的弟弟钱有才的死在孙光大 钱有根两人心中埋下划不开的误会 孙光大想解开这一切的误会 给钱有才平反 唯有抓住当事人张有意 可张有意异常的狡猾 数次逃过警察的搜捕 最后 孙光大终于抓住了张有意 钱有才的冤屈得到平反 钱有根经历一系列的波折 最终喜欢上了对头孙光大的儿子 孙伟国把孙伟国当成了自己的女婿儿子 并把自己的破案绝学传授给孙伟国 孙光大和钱有根在国庆节的时候 终于把九言欢找回了兄弟情 孙伟国把孙伟国把孙伟国当成了自己的女婿儿子 孙伟国家的英国